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動物森友會 我是魏惟 我超討厭他的 把他關起來 不能出來 讚 那我就來玩今天的動物森友會 今天我是鋼鐵人的裝扮 這個不是下載 這是遊戲裡面就有這樣的服裝 它就叫動力裝 我還帶了一個VR眼鏡 那上上集我們有做了一個瀑布 很多人看那一集 感謝大家收看 我在這邊建了一個上坡 然後我在瀑布的後面搬來了 博物館 那我今天打算來整理博物館這邊 來佈置博物館這邊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佈置 首先我就是要把這三棵樹移開來 我來吃一個水果 然後我就用鏟子把 這三棵樹挖起來 我其實也可以砍掉 不過我覺得挖起來順便可以把它種在其他的地方 好多挖好了 那大家在做這個布置的時候 其實都有規劃 我自己是沒有什麼規劃 我就想一直試 試到我覺得很滿意為止 第一個我想要在外面加一個圍牆 那也許從這邊開始加 啊我突然想到了 我應該把這個地變成那種 特殊的地板 來個什麼地板呢 來個這個 桃磚試試看 我就是都試試看 看哪一個好 我就用哪一個 這種感覺喔 我覺得怪怪的 我來把這邊拆掉 然後做成這個方向 這樣 這樣 好像有點門的感覺啦 我覺得這樣比剛才好 如果 種點花的話 會不會更好 我這邊都是種花的花 來試試看 然後這邊來種個 樹 那剩下這些地方喔 我想要來種些花 種個銀蓮花 好去拔下銀蓮花 那這個門口這邊喔 我來鋪下石磚 然後旁邊這邊要把它弄圓一點 那我帶了一些花過來 我們現在來種花 好銀蓮花都種好了 裡面變得很漂亮 那外面我打算來種一些其他的花 比方說 或者外面我先鋪一個道路好了 再看要不要種花 那我就先試著在右邊種玉京香 然後我在左邊鋪路 看哪邊比較好 感覺都不錯耶 大家有沒有意見可以告訴我 怎麼樣比較好 怎麼樣比較好 玉京香 很不錯的啊 那 這個路也不錯啦 玉京香做在別的地方好了 那繼續把這邊也鋪起來 對我覺得這樣子好像比較對的感覺喔 繼續把它鋪完 繼續把它鋪完 這遊戲很好玩耶 不是我在說 樂趣樂趣 我想說這邊可以裝個 其他的柵欄喔 會舉會比較好看 試試看 好了我做好柵欄了 我來試試看 我在這邊放 開始放柵欄喔 那接下來我想要改動一下下面的噴泉就對了 我覺得噴泉第一個它太大了 我覺得大概只要到這邊就夠了 首先我先把這些填平 我來鋪一下這個瓷磚 用石板地 那瀑布這邊喔 我就來放個女神像 我老婆說我有自由女神 應該是這個遊戲裡面唯一的女神 所以我來把它放在前面這裡 哈哈哈哈 旁邊可不可以擺兩個燈啊 可以可以 擺兩個燈在這邊 亮一點 好囉 而且這個花園燈剛好跟自由女神像的顏色很搭 好啦就這樣 那就感謝大家今天收看喔 我把我的圖書館搬到山頂上 超酷的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還是做更多更多 跟動物攝影會相關的影片 我就慢慢的把我的島建設起來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 好 嗯 好 謝謝